另外一个的东西就是做风险预测 我就讲了就是说你光做州的这个水平的话 实际上现在已经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我作为一个密西根的居民的话 我关心的就是说我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县别发生了事情 说我的邻居发生了事情 我就住在这 我知道就是说美国现在的疫情的情况 那么我在我住的安拉堡这个县 或者这个地区 我都危险性有多高 我们这边的危险性是多高 所以就是说现在数据已经丰富到某种程度以后 你可以做一个局部的一个这么一个 更细致的一个模型 这种模型就把一些区域性的意志性 可以加进来进行一个模型建模 这种建模就是比如刚才讲的那种 光是时间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空间模型 进行的一个空间上的一个扩展 实际上把空间上的一些意志性 也加进来做一些模型 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就简单举个例子 这就是我们这个冯诺一曼 大家都知道冯诺一曼是我们计算机之父了 就是他是最早发现了这个提出来的 就计算机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Cellular Automata 也是冯诺一曼和他的学生提出来的 在1962年还是64年提出来的一个非常有效的 一个空间上的一个系统 怎么就是说这个空间上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 它叫particles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住的一个细胞 这个一个细胞的话 当然就相当我们一个县 或者一个街道 或者是whatever you want to define 就是说你可以 当然我在我这个具体问题里边 就是每一个东西 这个红的就是比如说我住的这个县 然后蓝的就是我附近的一些县 上面的就是说county它的一些情况 就是我们每一个小的county上面 都有它自己的机制性的模型 就我刚才描述的这种机制性的模型 都是时间上在演变的这么一个模型 但是有些空间上的这些联系以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 冯诺一曼的Cellular Automata的这样一个框架 把一些空间上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时间 时间序列的或者一些随机过程的 随机过程的这样一些模型 把它连起起来 然后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些线和线之间的 一些连接的一些参数 把它进行在线级的水平上进行一个预测 这就是我们做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美国做的这个是3109个线 然后是我们正用5月2号的数据 对美国的7天以后的整个的疫情 做了一个预报 每个预报都是在一个线上做的 就通过刚才我描述的这么一个 冯诺一曼的这样一个CM模型做的 它的预测精度还是蛮高的 你可以看出来 这是这是5月3号 因为5月2号收集到数据 5月3号就是第一天 就是第一天的预测 它的精度 然后这是第二天的预测的精度 这是第三天预测的精度 所以你看它的预测的精度都是在10的负7次方左右 所以它的预测精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模型 就是说你有一个很 切合实际的这个机制性的模型 然后再把它附近的一些区域性的局部区域性的一些 它的之间的这种连接 包括它的机场 它的空间的距离 还有它的那个手机之间的联系的这Mobility的一些数据 全部拿起起来 因为你最终的话是要真正的定义 就是说线和线之间的人 他们是有多少的联系 然后我们讲了就是说 像这个模型的话 比如说你住在西雅图 那跟我这隔很远了 跟我们这个西雅图在华盛顿州 跟我们密斯安州很远 但是我们安纳伯离这个迪特利机场很近 只有20多个mile 就20多个英里 对吧 从这个人员的流动来讲的话 它实际上并不是很远 对吧 也就是4个小时的飞机而已 所以呢 就是说 你就是说在空间的刻画 除了空间的距离的话 把我们在这个文章里边 还是把一些机场 就美国3000多个机场的数据 还有它的那个客流量的 这方面的一些这种数据 也拿来在描述这个空间上的 两个区域之间的 它的联系的紧密程度 所以它最后预测出来的效果 是非常好的 精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细的刻画 在这方面 这是密西根州的一天的这样的预测 我们除了就是说对 就是说全国性做一些预测 还是对州里边的每一个县 也做一些这样的预测 OK 谢谢大家